你们之前感受不到那种 那种竞争带来的那种 也有竞争 但怎么说我觉得 就是女排队伍里边 相对是有一个 比较好的竞争氛围 有的时候你压力越大 你越释放不出来 你就越憋在里边了 但是比较好的就是 这种竞争能促使你 不断地往前走 还有一个就是集体运动 其实是需要很多特色的运动员 就是怎么样12个人 最合理的构建 组成一个最强的团队 我们这个集体里面 大家都是共同的目标 会很一致的 就我觉得这就是 女排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你爸妈 也是像跟你一起 在赌博一样的 就赌一下 因为这其实是个 需要下很大勇气的 对父母来说 对 其实他们赌博 他们我觉得 也是给自己留过一手 就从我小时候选择 就从选择上来讲 我打排球的时候 一开始他们不想 让我打专业 他们想让我去读书 因为他们觉得 就是球员或者是运动员 是一个青春饭 吃完就没了 就结束了 你正常上学 你是有个长久的规划 然后他当时 我说我想进队 他说你进队 你打一个 一两年 两三年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 发现你并不是这块料的话 那你就再回来读书 你进不了国家队 比如几年之内 进不了国家队 你该干嘛干嘛 对 他们没有说这么明白 他们就说 你如果是这块料 你继续打 如果不是这块料 你就回来读书 就说几年之后 我去读书